再一个多月就是儿童节了 苏澳政公所为了让小朋友收到最贴心的礼物 开放给七所国小28名的学童 经过票选过程挑选出最适合大家的礼物 同时从小来培养民主观念 苏澳政公所会议制的桌上摆满了各式文具 生活用品或是一只游戏 总共有15样的礼物 而这些都是要给学童代表当作参考 准备选出今年最适合的儿童节礼物 而政公所希望通过票选的过程 让学童从小培养民主观念 过去他是采取比如说新马各区的轮流方式 那今年我们希望所有的小朋友私生的 苏澳政内除了这个澳大国小 还会比较远 所有的其他的七所国小的私生共同参与 那我们希望借用这样的方式 让小朋友能够精挑细选出 他们所喜欢具有安全性的一个支援品 苏澳政长陈金玲表示 今年的儿童节礼物 从以往每份70元提高到了100元 并也开放给镇内七所国小28名学童来票选 让今年的儿童节礼物更深获小朋友的喜爱 苏澳政公所内我们为了对儿童节的重视 所以我们一改过去的作风 除了在金额方面 从过去每位小朋友70块的金额 我们调高为100块 那比例差不多增加了43%左右 我们希望除了这以外 我们是邀请苏澳政内所有国小的私生 共同参与这项评选 我想挑出他们最精挑出优质的纪念品 而是他们喜欢的 而且他们所需要的 而且就具有安全性 经过一上午的评选 最后有有趣好玩的卷尺拍拍表 却评重选 而公所会请厂商准备2000支 预计在儿童节的前夕 发送到苏澳镇内八所国小 当成小朋友的儿童节礼物 依赖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播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